目前的考古研究证明 人类是由森林古猿演化而来 在进化过程中 人类为什么要选择走退毛这条路 既然要退毛 又为何不退干净呢 却留下头发 叶毛 鹰毛等一小撮毛发 在陆地哺乳动物中 唯有人类显得格格哺乳 和他们相比 人类几乎是在用两足裸奔 就连同为人科的黑猩猩 我黑猩猩等人类的近亲 也都有一身浓密的毛发 人类在退去毛发后 几乎无法像其他动物那样 依靠自身的毛发预寒 为了能够在寒冬生存下去 就必须要穿上厚厚的衣服 度过寒冬或冰期 除此之外 一身纯天然的毛发是非常实用的 除了防虫防晒 还能够防止在丛林里穿梭 划伤皮肤 难道人类的祖先就不知道拥有天然的皮草大衣的好处吗 为此有人提出了人类并非进化而来的猜想 今天我们就来聊人类在进化过程中为什么要退去体毛 而将头发 叶毛和阴毛给保留了下来 这些保留下来的一小撮毛发又都有什么用呢 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柏拉图给人下定义时就曾说过 人类就是两足行走的无毛动物 在当时这样的言论如同乌言晦语一般 遭到了世人的强烈讥讽 有一位叫做蒂欧根尼的学者 在看到柏拉图的这番言论后 将一只拔了毛的鸡送到柏拉图的面前 并讽刺到这就是你定义的人 在2400多年前 柏拉图给人类的定义确实有些过于激进 若是单独看人的外表 相对于人类的近亲 灵长类动物来说 人类确实显得光溜溜的 只有头部 腋下和裆部有龙黑的毛发 其余部位基本都是皮肤裸露在外的 为此一些学者将人类比作是第三种猩猩 就是一种裸圆 关于人类为什么要退去体毛的问题 学术界大致给出了三种假说 提出水源假说的学者认为 在数百万年前 人类的发祥地非洲东部 尤其是南园路西的发掘地 埃塞俄比亚地区 由于海平面的上升 这些地区的大部分陆地被海水淹没 人类的祖先为了将生命延续下去 从陆地转到了水中生活 长而密的体毛给这些下水生活的人类先祖 带来了很大的行动阻碍 不仅降低了动作的协调性 而且对体能的消耗也非常的大 那些毛发稀疏的原类在水中的生存优势 就立马凸显了出来 而这种少毛基因也被扩散开来 后来水平面下降 人类祖先又回到了陆地生活 而正是这一段水中的生活经历 导致人类逐渐退去了体毛 而且我们在游泳的时候 要经常把头伸出水面来换气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头发被保留了下来 为了巩固水源假说 一些学者还将人类和水生哺乳动物进行了比较 他们认为鲸鱼海豚等水生哺乳动物 除了没有体毛外 其皮下储存有厚厚的脂肪 这样厚的脂肪能够让这些动物在水中保持一定的体温 而人类的皮下也有丰富的脂肪 是对水生环境的一种适应成果 然而科学家却对这种水源假说嗤之以鼻 为什么呢 人类祖先为了适应水下生活而退毛根本就是错误的 因为水比空气更加容易导热 也就是说人在水中热量的散失要比在空气中更快 而人也更容易感到冷 而且很多的水生哺乳动物都一身厚厚的体毛 比如水塔每次出水后都会整理自己的毛发 在下水前会对着自己的毛发吹气 其目的就是减小热量的散失 鲸鱼和海豚是哺乳动物中的特例 什么意思呢 就拿鲸鱼来说 鲸鱼的体型是以立方关系增长 皮肤散热是以平方关系增长 也就是说体积越大的动物越不容易流失热量 虽然海豚的个头远不及鲸鱼 但是它们却采取了反复冲浪式的前行 用不停的运动来维持身体的热量 而人类祖先的体重在相比之下就比水塔稍大一些 要是没有体毛光着身子 仅靠那一层皮下脂肪在水里面生火 很快就会被冻成狗 特别说在水中繁衍生息了 目前也并没有足够的化石与考古证据可以支持这项理论 所以说水源假说根本就不成立 一些学者认为满身浓密的毛发会成为寄生虫的气息地 寄生虫携带的病菌会不断的消耗宿主的能量 最终影响宿主的健康 如此一来体毛少的人类个体就会大大的减少寄生虫的侵扰 长此以往体毛越少的人类祖先在健康方面的优势就凸显了出来 在基因筛选的情况下 人类出于族群的整体健康而退去了体毛 这种猜想也被称为卫生假说 那么这种假说有没有进化的根据呢 事实上科学家在人类的进化的研究中 确实找到了体毛和寄生虫之间联系的些许线索 虽然不能确定人类退毛的原因是否和寄生虫影响健康有关 但是却弄清楚了人类是何时会去体毛的 那么人类是何时会去毛发的呢 嗨 我是大军 麻烦大家在点赞的时候用你发财的小手 按住点赞键不放手 就可以触发超级赞 也是对我最大的鼓励 谢谢大家了点点关注我们精彩继续 目前所发掘的人类化石都无法证明 人类是何时退去体毛的 但有一种寄生虫 却为人类揭开了这个大谜题 我们先来看照片 有人认识这个东西吗 人类学家认为 狮子是古人类身上一种常见的寄生虫 在古人类的体毛没有完全退去之前 人体大片大片的体毛连接在一起 这样的条件也使得狮子 可以顺着人体毛发 到达人体的各个部位 寄生繁殖吸血 但是随着人类体毛的逐渐退去 光丽绿的身子不再适合 狮子的寄生 于是狮子在人体的寄居地 就只剩下头部和裆部 一种寄生虫 如果长期被困在不同的环境中 无法进行基因交流 就会逐渐分化成两种寄生虫 随着时间的推移 头部和裆部两处的狮子 也经过了多代的演化 形成了头狮和阴狮 头狮体色较深黑 体型较小 腹部边缘为黑色 其他与体狮相似 阴狮呈呈灰白色 体宽与体长 几乎相等 腹短分洁不明显 两侧有油状突出 由于头狮和阴狮长期的两地隔离 造成了同一物种的二者 产生了生殖隔离 从生物的角度 只要我们搞清楚了 头师和阴师分开的时间点 也就解开了 人类退去体毛的时间点 思路被拟清后 就该把分子生物学家 请出场了 让我们把目光 聚集到1968年的日本 44岁的进化生物学家 木村资深 在他的著作 《分子进化的中性学说》中 提出了一个影响至今的 分子进化的一套学说 那就是 分子进化中性学说 也被称为中性理论 木村资深认为 大部分的基因突变 既算不上好 也算不上坏 而是趋向于中性的 也就是说 这部分的基因突变 不会因为环境筛选而强烈变换 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以一个相对稳定的变数进行突变 通过积累的变数量和变数频率 就可以计算出积累的基因突变所需要的时间 只要将两个物种的基因放在一起对比 观察突变造成的不同结果 就可以大致推算出两个物种出现的分化时间 这套理论也被称为分子进化中 随后科学家将投师和因师进行了基因比对 通过计算 最后确定投师和因师是在120万年前形成分化的 也就是说 这两种寄生虫是在120万年前 因为地理隔离的因素 处在两地的狮子 由于长期的地理隔离 无法进行基因交流 最终造成了生殖隔离 造成投师和因师存在生殖隔离的主要原因是 人类在那时褪聚了体毛 也就是说 人类大概在120万年前就脱掉了皮草大衣 但是随着对寄生人体的狮子的研究 一个更大的发现浮现在了科学家的眼前 人类体毛的褪去除了头部和胆部之外 基本没有合适狮子寄生的区域 但是在研究中发现 一部分的头狮分化成了体狮 体狮为灰色或灰白色 投掠成橄榄形 胸结隔离不能区分 在中胸两侧有气孔一对 不是说分化出来的体狮具备在褪去体毛的人体上生存 而是他们找到了一个新的生态位 古人类的衣服 所以体狮又被俗称为医师 科学家将头狮和体狮进行了基因比对 结果发现 大概在17万年前 体狮从头狮中分化出来 这也意味着在17万年前 智人开始穿上了衣服 后来人类学家又从地质学的角度 佐证了这一论点 大约在18万年前 地球气候开始逐渐变了气温下降 对于已经退去体毛的人类来说 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若不能够抵御住寒流的清洗 退毛后的人类族群很有可能遭遇灭顶之灾 这也成为了古人类开始穿衣服的一个强烈契机 寄生虫假说解释了人类退去体毛和穿上衣服的时间 但是依然无法解释人类为什么而退去了体毛 要解决这个问题那就不得不说第三种退毛假说 这也是目前为止最主流的一种假说 你认为地球上奔跑和赖利最强的动物是谁 豹子 马 驴 还是老虎呢 其实这些都不是 地球上奔跑和赖利最强选手 非人类莫属 比如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 有一个叫做布虚曼的土著民族 这里的人依然过着打猎采集的生活 但是他们的赖利却让人瞠目结舌 在追捕猎物时 他们可以不眠不休的狂追猎物数个小时 活活的将猎物给累死 这样的狩猎方式也被称为人兽马拉松 可以说人类在自然界中 单略奔跑和赖利绝对是顶尖的高手 没有之一 这和人类退去体毛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先来看看人类的先祖 在数百万年前是如何狩猎的 方可解开你心中的疑惑 我们知道人类起源于非洲东部 在这片巨大的熔岩高原上 要想获得充足的食物 就要学会狩猎 古人类会三五成群一同追捕猎物 具体来说 在狩猎开始后 猎人们会不紧不慢的在猎物后面追逐 在短距离内 猎物会轻易的将猎人甩得老远 但是只要猎物仍然在猎人的视线内 就会很快的慢跑追上猎物 此时猎物不得不再次以冲刺的方式将猎人甩开 如此往复 在这样一个追逐的循环系统内 猎物很快就会因为起力严重透支 而倒地不起 古人类会选择一天中最热的时段 追捕猎物 在非洲东部的大草原上 中午的气温会高达40摄氏度 这样的高温会怎么样呢 就是在室内开26度的空调 都会汗流浃背 而我们的祖先智人却在这样的高温环境下追捕猎物 可以试想一下 在40摄氏度的环境里 一身浓密的体毛追逐猎物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呢 想必猎物没有追到 猎人就首先因为身体无法散热而泪趴下 为此在高温下追逐猎物 那些体毛较少的古人类的优势就展现的淋漓尽致 炎热的气候和毒辣的骄阳 形成了一种巨大的选择压力 那些体毛浓厚的人类个体 由于无法解决散热的问题 在炎热的区域行动很受限制 并不能像我们前面提到的 不需骂人那样 长达数小时的在猎日下追捕猎物 直到把猎物活活给追死 同样对于体毛浓厚的古人类个体来说 浓厚的体毛不仅限制了他们的行动 而且还会让他们陷入资源匮乏的困境 因为在狩猎采集的时代 要想傲娇的生存下去 对人类个体的行动能力要求极高 退去体毛的古人类 就能够很好的适应这种打猎采集的生活 退去体毛后 光溜溜的体表有利于排汗 进而提升散热 如此一来 人类的行动能力也大大的提升 对于那些诸如碾角鳞一类的猎物 由于浑身布满毛发 散热效率极低 在和人类的追逐赛中 往往体温稍降一点 就又要冲刺逃跑 在追逐的反反复复中 这些猎物的体温就会越来越高 最终会因为体温过高而中暑倒下 而这时猎人会小跑而至 轻易俘获猎物 也就是说 人类退去毛发的真正原因是 为身体及时排汗和散热 在狩猎中能够保持高效的行动能力 那么人类既然选择了退毛 为什么又非要将头部 腋下 肛部等部位的毛发给留了下来呢 关于人类为什么要保留头发 学术界的主流观点是 头发能够阻挡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 防止头皮直接暴露在阳光下造成损伤 同时 人类的头发长度不仅保护了头部 而且还对肩部和背部也起到了隔绝紫外线的作用 其次就是防止头部的温度过高 很多人会不会觉得有些矛盾 在前面就讲述了退毛的目的 就是为了散热 为什么头发反而成为了防止头部温度过高的东西呢 人的头部是人体距离太阳最近的部位 而且头部是直接对着太阳的 而此时的头发在头皮与头发之间形成了一个空洞 如此一来就阻止了头发外部的热量向头皮的传播 科学家认为 夜下的毛发的生长时间正好是人类进入青春期的时段 这个时期也是人类性成熟的体现 比如人体液窝汗线发达 而这里又处于密闭的空间 常常成为藏污蜡垢和滋生细菌的场所 散发出蓝纹的气味 生物学博士史君在《疯狂人类进化史》一书中写道 夜毛的作用就是要留住这些气味 这些气味是一种信号 预示着对方已经性成熟 如果没有足够的夜毛 这些气味很容易散开 不容易被别人发掘 你想想看 在非洲大草原上生活的古人类 要是身上没有这种气味 是不是就不会被异性注意 也就是说有可能孤独终老 而阴毛和夜毛发育的时间相同 专家认为阴毛也是性成熟的体现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此为止 我是大军如果你也喜欢我的视频 请我点赞收藏评论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